新闻的消息老杰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俄乌双方现在激烈交锋 现在火炮是正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 现在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 而这个无人机的弹头其实并不大 一个不大的弹头为什么 可以在战场上造成极大的破坏力 原来现在美国已经将整个炸药火药的配方 已经往上调升 调升到CL-20之前 黑索金已经震撼了整个俄罗斯 没有想到现在CL-20 它的弹量更大 它造成的破坏力更强 再注意的是 当美国之前不是罗斯部落普要来台湾 要设兵工厂 要来设所谓的155榴弹炮 没有想到这个时刻 我们的中科院也说 我们现在的CL-20的火药 我们也已经调配成功 如果说我们现在也可以调配出CL-20的话 未来的熊二飞弹 熊三飞弹 红准火箭弹 都可以放在现在 在乌克兰上面屡舰提供的这个火药 如果这样的话 未来我们这些火箭弹 我们这些火箭 它的杀伤力 它的威力会更加的强大 而中国现在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是 美国现在在日本的三个基地 也就是在三则基地 在盐国基地 还有在加索纳基地 将它的战机大幅的更新 将F-16变成F-35A 现在大幅的进到了F-35B 甚至现在把原来的F-15变成了F-15EX 这样的一个转变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样的一个转变 为什么让中国感觉到压力极大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白兵的大方首帝的财经专家 黄泽宋敬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美田张宇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陶渊市议员黄金平 张宇轩 好 第二位是资深美田林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美田黄瑞德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美田黄瑞翰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才谈就是 现在美国刚刚讲在三则基地 在盐国基地 在加州基地 北 中 南 三个地方刚刚讲 都把战机做大幅的贷款 这个贷款花了美国一百亿美金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动作 而且当做这个大动作之后 刚刚讲的 中国感觉到压力三大 而且美国把钱花在哪里 表示他应对的 那个人才是他真正的重点 现在美国对俄乌战场来说 似乎是他们两 大家意见的不一样 但是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7月3号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三个地方 要加强这个武力的时候 让中国完全跳脚 第一个是在三则基地 三则基地在青森 虽然他看的位置 是比较偏北的这个位置 他把他说 原本这边有F36架 我要换成F35A 48架在这个地方 你说把F16改成F35A 对 没错 好 另外一个在盐国基地 盐国基地它在三口线这个地方 他说我们F35B的数量 我们要调整 也就可能会把它增加上来 另外第三个是 在加首纳基地 我们从过去的F15A 换成最新的F15EX 载弹量更大 用这样的三把利刃 保险 三把利刃同时插向 中国的北方 中国的中方 中国的靠近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目的是 他显然就是为了挑战中国而来 所以说 今天三则基地 懂不懂看到 现在所有的这份机场 三则基地 你看起来好像是针对北韩 没有 它直接下去到哪里 它是舰直北京 这F35我可以整个踢开大门 踢开大门以后 长驱直入 北京就是我囊中之物 另外我们看到F35B 因为盐国基地这个地方 它有很多的海军设施 海军设施代表说 我在海军舰体上面 F35是可以随时起降 更恐怖的是 F15EX F15EX 这个是什么 我再来量极大 它可以跟F35A搭配 也可以跟F35B搭配 它可以协同作战 好 那在此同时来说的话 你看美国的布局 在远一点的话 B-52在关岛 它目前为止升级 它所谓的电站系统 所以B-52的轰炸机的 这个能力更强了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除了F16V的 这个升级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不是有个消息吗 我们中科研 原发出了这个 第四代的CL-20的这个火箭 说是第四代的 高能量的这个火药 装在我们的熊山上面 所以等于熊山未来的威力 可以增加40%左右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搭配这些利剑 如果一入未来台海开战的时候 保险你知道 F35是用来什么 踹开大门 用来攻击你的第一个阵营 第二个是什么 F15EX 还有这个紧接在后面的B-52 从后面过去 再满了大量的炸弹 我可以直接攻击你 或是我用A射逼倒的方式 用这样来轰炸你中国的边境的地带 而且你特别提到的就是 我们的F16V 也就是我们的F16 Viper 我们的腹蛇之盾 这个现在已经加紧赶工 而且刚刚讲到 他已经将他所有的装备 全力提升 他的电站系统 已经可以跟美军完全整合了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 美军除了加强自己的战备之外 也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 好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这一次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三折基地 为什么三折基地呢 三折基地这边原本就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 美军在这边的重要基地 他过去是F16 那这次换成是48架的F35A 那在F35A来说 本来他就是战斗力非常强 第一个 他这个作战半径来说的话 可以到达快要2000公里 然后他可以装这个副油箱之后 可以到达3600公里 再来他这里面呢 有非常厉害的这个先进的传感器嘛 他可以负责踹开大门嘛 所以第一个时间他进去这里面来说 当然他除了防范北京之外 也可以防范北边的俄罗斯嘛 所以说他把副油箱一挂以后 他可以直攻北京 对 然后他进去之后呢 保洁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传感器 还有非常大量的这个指挥平台 所以他变成是第一线攻击你 所以我才说美国这一次呢 可以说是完全的 你看三折基地在这边 然后英国基地在这边 两边这样两把利刃就直插你什么 北京的这个利刃 所以你看他这个等于是 针对北京一南一北 你如果真的是同时遭受到 三折基地的F35 还有英国基地的F35出去 请问你要怎么 你挡得了吗 你根本完全挡不住嘛 那你根本不用讲 这是美军哦 日本本身还有F35 还有南海的F35 保洁你知道 算起来的话 这边一共会有300架F35 你说到300架F35 都全部在你的大门口 这个对中国当然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你提到说 你现在不管F35 你现在不管未来的F15 AEX 它都有一个功能 A射B岛 没错 你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可以透过我水面上的 这个所谓的神盾舰 我也可以说用F35 作为一个空中指挥平台 那我这个空中指挥平台 我只要锁定目标 火箭飞弹不一定从我身上打 我可以指挥 我周边的战机 直接射出飞弹 对没错 他们现在有所谓的A射B岛 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我们从这个图 就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第一个进去的是谁 第一个进去的是F35进去 他已经进去到敌方 这边有防空火炮的这个地方 敌方的军机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看 他进去到这里面 敌方都没有发现 也就是他是隐形的 但是他已经完全知道 你的讯息讯号了 好所以后面来说的话 你看包括这个可能是F15AEX 这个是B-52或是B-2的轰炸机 不管就是后面还有轰炸机 就前面的战斗轰炸机 先发射出第一批的炸弹 然后你发射出去 你看他们的飞机就转走了 就回去了 另外他的飞弹还是可以精准命中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发给他们讯号 F15AEX 搞不好还没有进到战场 他在远距离之外 我就可以把飞弹射出去了 完全打光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另外一个 B-52或是这个轰炸机也是一样 在远方你看射出去之后 你看他也是一个讯号 就回去了 直接回去了 所以未来的战场上面 我只要把F35放在前面 我后面可以狂轰烂炸 我可以飞机可以战斗轰炸机 轰炸机去轰你 甚至船舰上的飞弹 一路打出去 所以他全部可以射后部 对甚至陆上的飞弹 全部都可以打出去 这样打出去之后 然后我F35在这边 做一个载态 你看他可以直接给你下命令 他的位置在这里 他位置在这里 我标定对方的位置 那你看这个飞弹出来 是直接打到这边 这个飞弹出来 就直接打到这边 所以你从这个图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的布局 你看F35已经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的战斗轰炸机 这次是由F15EX 然后轰炸机B52 现在在管岛 提升战斗 提升电弹的战斗力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要跟F35 能够互相联结 他是老的轰炸机 我要改善他的电战系统 所以美国这次花了100亿美金 差不多3200亿的台币 我不是随便乱花花的 这个花花刚刚讲到的 他是可以协同作战 可以踹开中国的大门 而且我后面的 这个所谓的炸弹列车 是随之而到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美国是真的有用心 在看你要怎么做 我就来研发了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 为什么这次是三则基地 保洁那三则基地来说的话 是美国跟日本 共同使用的一个作战中心 它里面来说的话 有美国的这个所谓 第三 373的情报监视 还有侦察大盾 另外它这里面 还有所谓的天线雷达 非常多 他们有密码站的这个中心 甚至这里面来说 还有这个未来的F35 也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甚至它还是 这个舰队巡逻 还有侦察部的这个指挥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所以这次美国等于是 再把它的战斗力把它提升 然后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 美国收集情报 还有美国这个地方 可以跟美国总部连结 相关资讯的这个位置 没有想到三则基地这么重要 而且刚刚讲的 日本的全球鹰 也放在这个地方 对 没错 它跟美国买的这个 这个全球鹰的无人机 也是在这个地方 在前一阵子才进行 所谓的编队的仪式 所以那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三则基地 我们过去可能都对它 比较陌生一点点 现在一样 变成是美国在前沿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好 老婆 我们来看 对比这几张照片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我现在把这个 加手扎基地的F15 变成了F15EX 它的威力会非常强大 这个大家看起来就是 这个是F16的战机 F16战机刚刚讲 这个是我的副邮箱 这个地方是我的鱼插飞 这个是小伟飞 这个是AIM120 然后跟他讲这个 这个就挂满了 可是你来看看这个 F15EX 挂得更多了 对 没错 你看这个F16 然后F22 然后这个F35 以及是F18E这样 你看看他们挂的飞弹 F16六枚 然后F22八枚 然后F35也是八枚 然后F18A大概是八枚 所以都大概是在十枚以下 可是你仔细来数这个 这里面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对 它至少可以挂超过二十枚以上 我给你讲 所以它就是F15E叫Bomber Truck 炸弹列车 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战斗力当然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它外号叫炸弹卡车 对好 那为什么这样 宝贤你知道 事实上我们跟他讲 这个F15E呢 它的飞机的重量呢 是大概十四吨 可是你知道它可以载弹载到多少 载到十一吨 也就是说载的跟它飞机重量 差不多一模一样 那美国也是为了说 我这个F15E我要尽量装这个非常多的飞弹 所以美国有进行非常多的测试 它原本测试一个叫做打击牛仔的计划 这个打击牛仔的计划是什么呢 它帮它挂上这个所谓AGM-158的飞弹 AGM-158是一个所谓射程370公里到1000公里的 这个所谓的逆中的这个飞弹 而且它因为它很长 所以那美国为了把它装上去的时候 他们还设计一些新的这个所谓写一个编程 然后让它这个所谓挂弹的东西可以往下延伸 然后把这个挂弹的这个机台 把它弄不一样的设计之后 它就可以挂上去了 那不只是可以挂这个AGM-158的这个飞弹 它还可以挂所谓的这个AGM-183A的超高音速的飞弹 所以等于是说美国所有飞弹 它都可以挂 原本这个超高音速的飞弹只有在B-52轰炸机 因为它场有大概原本5公尺 没办法挂 现在它都能挂 所以等于是我刚才讲到 14吨的机身 它可以挂11吨的炸弹量 全部一次把它打出去之后 你就知道说那个威力非常强大 那你看它所在的位置在加首纳这个地方 其实距离台湾大概原本是600多公里左右 你看假设解放军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看我们第一个时间 它就可以快速的抵达 这边F-35出发 然后F-15E从这边出来 打击这个所有的飞弹 你就知道这是美国设想的 可能台海发生战役的时候 它的作战的方程 我们看到现在在欧武战场上面 两军交锋都想要争取战 现在看起来可能川普当选 川普当选就要逼着和谈 我要在和谈之前 创造有利一个态势 可是他注意到说 你乌克兰现在怎么会有如神处 你现在的无人机 照讲你无人机的这个当量 应该很小 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把一个火药库 把一个这个坦克车 一炸就完全摧毁了呢 我们知道无人机 它的装药量并不大 它本身的这个空间有限 但是呢它造成这个俄罗斯军备的 这个损伤啊 战损率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这个爆破啊 甚至还有些还可以产生二次的爆破 那表示说它的火药威力非常的强大 后来才发现原来美军早在2022年 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 它就提供乌克兰军方 卸了20 CL20是什么东西 有这么厉害吗 它其实就是在第四代的炸药 刚刚有讲到 美国这边有这个报导就有提到 说乌克兰的天空已经染红了 就是指乌克兰他们的军方装上CL20 不管是放到这个无人机 神风特工队无人机 你看它这样丢下来之后 它的这个炸药的这个威力非常惊人 可以很轻易的就是 把它的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造成它很大的伤亡 还有它的战车啊 装甲车辆几乎都被全毁 然后还有包括俄罗斯 7月4号它的 这个坦波夫火药厂 直接被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炸药 也是有CL20的炸药 攻击了之后你看到 直接几乎被 直接这样子击中 这个就是坦波夫的火药厂 绝不可以被炸毁了 没错 还有俄罗斯在这个盾内斯克 他误军去轰炸他的这个弹药库 以及顿河畔的这个罗斯托夫的 附近的石油码头 都是CL20的这个杰作 所以甚至有报导说提到 1200名的俄军 一天之内就被团灭了 你就知道那个CL20啦 如果说他每一个飞弹 每一个炸弹都装药在里面的话 那对俄军的杀伤力当然大啦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中科院今天突然讲 我们也做出了CL20 那我们的CL20可以放在熊二飞弹 熊三飞弹 我们也可以放在红准火箭弹上面 它的威力真的可以倍增吗 而且刚刚讲到的 现在这个东西刚刚讲的 已经等于说已经非常稳定又成熟了 CL20它的学名就是六消机六弹 砸一五之丸 这样的一个它的威力 在自从这个炸药的 从19世纪到20世纪 然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出来 到现在第四代的这个炸药 它已经是规模走向了 是爆炸 是反应非常的快 然后威力非常的大 甚至有些 这个目标被炸到的时候 它会产生二支的爆破 这个名字这么复杂 所以 CL20 六消机六弹杂役 五支万 所以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什么 像有些俗称旋风的这个 黑旋风的炸药 对 黑锁精的这样的都不一样 那因为它的爆炸威力 比它强大好几倍 而且它的反应比它快 就是炸药 尤其是武器 非常适合在这个飞弹 或者是反装甲武器上面 以前我们比如说研发出来 红准它的成本只有十万块左右 那一套的红准呢 你要去对付中国最新的 这个994主战车的话 那994主战车动辄上百万 那你要去摧毁它 你可能要动用好几枚 可是大家用一个概念想 CL20装在这上面的话 我只要一枚 就可以把它给机会 一枚就可以把这个机会 不需要发射几十枚 或者十几二十枚 去浪费时间 浪费我的武器跟弹药 就可以机会它 那所以我说以小博大 是不是有点乌克兰无人机 对付俄罗斯军备的概念 好的 这边 我本来觉得非常困困 我们中科院之前才被绩效 说我们做的无人机又龙又瞎 我们的中科院这几年还说 我们要被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们的政府 就盯着看 怎么突然做出这个东西 你说非常有趣是 之前传说洛斯洛普 要来台湾投资一美元 他现在很多的美商 要来台湾生产火药 美商要来台湾生产火药 我们的CLS就做出来了 洛斯洛普格鲁曼公司 是美国四大 包括波音雷神 还有我们常听到洛马 以前我们采访军事 经常听到四大军火商 那洛格公司呢 他最近在俄乌战场这两年 他只有全境 全球只有两个地方 设办公司基地 一个是这个乌克兰旁边的波兰 因为他离乌克兰 他不能进乌克兰嘛 另外一个 保吉哥你知道吗 台湾台北 台北 就在台北 就是我们台湾 你想想看 他不去新加坡 他也不去印度 新加坡跟印度 对军备的需求 还有这个每次下的订单市场 不会亚于台湾 甚至有些超过台湾 但是他偏偏来台湾 那本来他在韩国 日本就有办公室了 那这次来台湾 他当然希望说 借重台湾的技术跟人才 然后投资1亿美元在台湾 然后希望台湾打造成一个 也是国防供应链 就成为洛格公司的供应链 而他们这个这样的一个 新的执行长 刚好也是台湾出身的 然后他也有概念 以前也带过我们驻美的 这个AIT 他的一个军负质采购团 他就想说 把台湾的这个结合起来 吊诡的是 洛格公司才说 来台湾投资1亿美元 要把台湾纳入 他的国防供应链 中科院其实在 这个之前10年前 我们就听说 他一直在研究西尔20 10年没有进展 这两年洛格公司来了 就说研发成功了 就已经有这个西尔20装药 我当然不能说 洛格公司是不是 给他的一些什么配方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之后呢 美军也需要全国 全球各地有很多 可以作为他的武器 后勤的供应链 包括这个盖拉格 他也曾经来台湾访问 也要求说 台湾帮忙生产 这个155公里炮弹 所以加上西尔20 美国也希望我们生产 这个155公里炮弹 所以你不觉得说 一连串的巧合 让中科院在火药的 这个装置上 还有研发上进展也申诉了 好 瑞德 刚刚讲到这 现在中国高度的关注 是在三则基地 盐国基地 跟加上大基地 三则基地 直接把F-16改成F-35A 而且一下子增加了48架 盐国基地 这边有很多的军舰 我马上增加 大幅增加F-35B 我可以在什么 可以在舰艇上起舰 另外就是加上大基地 本来把F-15 现在改成F-15EX 变成什么 炸弹卡车威力增强数倍 这个对中国来讲 真的压力 是非常大吗 那么我们刚 大家都 想到这个日本 那么向美国购买的 这个战斧巡运飞弹 今天日本又购买了一个东西 日本今天 向美国正式购买了 那么F-15 可以直接发射 射程900公里的空对地飞弹 今天大量 我问你 日本要打哪个国家 需要900公里的空对地飞弹 空对地 空对地飞弹 对地面作战 日本要打哪个国家 我请问大家 那他的假想敌 跟他的 那么包括地对舰飞弹 意思是一样的 十二世的地对舰飞弹 还有他的防空飞弹等等 这些不都是冲着老共来的吗 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大家的目标 在第一岛链里面 大家的目标都一致 为什么 就是冲着老共来 包括反舰 包括防空 这些飞弹 还有包括空对地的飞弹等等 都是完全都冲着老共来 那至于刚刚刚讲的 这个CL20 那么宝杰你知道 我们在两个礼拜前 刚刚跟美国完成了一笔 交易是什么交易呢 是弹簧刀无人机的交易 对 总共买了760套 他的弹头 前面这个无人机 攻击自杀无人机的弹头 装的就是CL20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跟他们买 这个弹簧刀 攻击自杀无人机的吗 因为我们会做弹头 那他的弹头就是CL20 然后除了我们买了760套之外呢 美军事实上明年 又买了那个弹簧刀飞弹 弹簧刀的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 也买了1000套 前面放的弹头也是CL20 那CL20号称是第四代的这个炸药 因为有炸药之王嘛 因为很简单 他比第二代我们常讲TNT 那么他的炸药的那个 整个爆炸的功能 增加40%以上 以前美军第一个 全世界第一个开发出来 之所以没有大幅度大规模的用 是因为美军一直没办法克服 他的钱太贵 但后来呢 老共也发明出来了 老共把他放在 放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东风飞弹的前面 中国做出来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能用核子弹头打的话 那你当然飞核弹头里面的炸弹之王 就是CL20嘛 所以老共把他放了以后呢 美军发现 这样不对啊 老共把他放在这个上面了 我如果不放的话 我怎么能够赢他嘛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你从乌克兰政府所公布的相关的引弹 里面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的无人机打下去了以后 怎么他的爆炸威力这么大 为什么俄罗斯的坦克呢 不管他是多少型号的 被他的无人机打到以后 他怎么为什么会爆炸那么大 现在知道了吧 这些无人机的前面装的都是CL20 所以呢这个炸药呢 现在我们的中科院蛮有意思的 我们的中科院其实我去查了一下 已经公告在中科院的相关的网站里面呢 是直接公告高能火炸药CL20的技术开花 已经公告 全部都直接公告在中科院的这个网站上面 所以你就知道 那我们现在突然间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 突然间突飞猛进 我研究十年没有进展 突然会了 各位要知道 台湾突然间突飞猛进 对不对啊 我们为中科院高兴 也为台湾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只用在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自杀攻击短程的轮件上面 你的这个熊3 尤其是熊3飞弹增程型 熊3飞弹增程型增加的不是一倍的距离 从200变成400公里这样而已 基本上其实它是一颗全新的飞弹 那它现在弹头 我们现在不是拼命在做 拼命在做吗 全部换成CL20的话 也就是你把它的杀伤力 弹头杀伤力再乘100这四十以上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熊3 然后熊2飞弹 还有可以放在反舰 当然也可以放在这个天空三行的各式的飞弹 红枕火箭弹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第二代 现在正在沿泥第三代的红枕火箭弹 我们政府目前为止买了2万多枚 红枕火箭弹 但问题是 因为它能够穿透的砖甲有限嘛 如果第三代的红枕火箭弹 全部加装的是CL20的话 那会怎样 它的贯穿能力是不是更高 所以事实上 签一法院动全局 老共当然也知道 老共自己本身也知道 但是老共把这个CL20 放在比较高单位价值的 比如说东风 东风飞弹 这些常见飞弹的放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 如果像他们讲的说 价格非常低的话 我问你它为什么不所有的炮弹 所有的飞弹 所有的火箭弹 全部都换 还是没有嘛 大部分还是用TNT嘛 不过站在台湾的立场 跟它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防守的单位嘛 我们是防守的单位 只要能够付出自己的 那我们自己本身 不在乎钱 台湾不是缺买 购买弹药的钱嘛 台湾是缺技术 缺人家要提供嘛 感谢宋科院突然间 就被猛进研发出了CL20 台湾从今天开始 我们有这个所谓炸药之王 有这个炸药之王保护了以后 不要忘记 那么美国就直接把30公里的榴弹炮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技术 委托全部原料由他们出 然后由我们的兵工厂来造 我们不要小看台湾了 一年从美国的这个军火上面 那么子弹我们赚了4亿多 那还有我们现在205兵工厂 那么全部改装了以后 以后每一年包括这个9公里的 包括7.6公里的 5.56公里的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 一年的EOE 要拼命的打把一个人 一年要打800多发 所以暂时就不卖给美国了 要不然的话 单单从这些卖对不对 台湾物美价廉 一枚子弹卖5块多 美国美国军火商卖10块 所以美国愿意跟台湾买 而且我们的品质非常好 破弯战争的时候 去打伊拉克美军 所有这些炮这些子弹 都跟台湾下定5亿颗嘛 所以你就知道 不要小看我们台湾 自己本身的军工业 好 雨萱 大家这两天 在台湾你就感觉到 现在刚刚讲 已经逼近38度 39度 甚至大家讲 整个台北整个台湾 会不会也有所在挑战40度 可是我们刚刚到上海 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 第一个就是 你看每台车居然扑起来 为什么扑起来呢 另外这个更可怕 这是Porsche Porsche的车子里面 发霉了 把那个台湾的冰工 或许品质很好 但是中国的汽车品质 我就不敢恭维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看到 这次发现在上海 有些奇奇怪怪的状况 你知道吗 的确他们讲 现在天气非常炎热 但各位你有看过 汽车整个像涨痘痘一样 冒一大颗泡泡泡了 我看到我都全身起雞皮疙瘩 因为好恶心 前面一个 旁边两个连车门都有 对 它在所有地方 车引擎盖车门都鼓起来 对 要是我看到 我会拿一根针 忍不住去把它戳戳看 你知道好恶心 啵一下 就像看到有种痘痘 想把它挤出来 因为还不止是一台 而且各种车 各种颜色都有 对不止一台 是各式各样的车款 各式各样的车子 甚至你看 然后蓝的也有 绿的也有 甚至这台白车 最后说 兄弟 你这个泡泡也长太大一颗了吧 为什么这个白色车 整个这样扑起来 扑起来 各位你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状况吗 我跟你讲 你去坐汽车 对不对 你刚才讲说 我要换烤漆 你刚才讲 我外表整个皮要脱下的时候 它才会帮你做这种服务器 里面灌气打气 所以很显然 里面有气体膨胀了嘛 但它归根就底 它的主因是什么 第一 一定是因为这个高温 太阳直射之后 导致里面化学产生变化 第二 好笑 全世界就只有你的汽车会天气热吗 只有你被太阳晒吗 所以很显然的 这些汽车 是不是在制作过程当中 品质有问题 恐怕会打三个大问号 好那另外就是 你说中国中国的车子品质有问题 就算了 这是Porsche Porsche算了 我心目中想要开的车子 就是Porsche 刚才讲 我停在地下室 停太久了 整台车发霉了 保里哥你知道 保时捷最有名的车款 叫做什么吗 叫做帕拉霉 叫做帕拉霉 但你知道帕拉霉 这一款也是 但是不一样它的霉你知道改什么 发霉的霉 它是Porsche 霉啦霉菌都来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这个车主想说 我车子坐在地下室里面 结果说我走进去之后发现 不对啊 我的方向盘怎么全部都 塞鼓 阿呃呃 那是塞鼓 对我看到我都不忍直视 好恶心 而且你以为只有方向盘吗 没有 他说连包括整个里面的车体 因为都是真皮嘛 不然怎么会叫保时捷呢 所以昨天全部发霉 所有真皮的地方 塞鼓的塞鼓 全部都变得噁噁噁心到不行 他讲说拜托我这个到底要怎么开 他说我连卖都不想卖了 我这台车子我不要了 他整台车子都想要直接送了 但我跟你讲 不只是车子有遭到这种危害 连入宿我们讲一般的 整个上海现在地区 这上海的宿 这全部都上海 那什么东西 这就全部都长香菇 送菇菇农场 真的成功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雨下不停啊 就是说持续的这个降量 每天下照三餐下一下好雨 一下小雨大小雨接人下 所以导致说就连他们的树木 现在都长出香菇 而且刚刚讲 上海还只是水沟而已 江西更惨 江西整个泡在水里面了 对江西是整个刷棒好不好 不是水沟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他们当时就在这个 各位你现在看到画面是国道 你没有看到 一棵树两棵树 你想说树木怎么自己跳楼 不是 结果发现是整个山顶滑落 本来前面的民众还信信懒 还有人拿着手机在那边拍 你看半条水的走 结果你看后方的民众发现什么 赶快拔腿快步跑 为什么吓死了 因为你哪知道说它崩了 沉沟会到什么地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可是树木不是会扎根在土里面吗 不是会随土保持吗 怎么树木被连根拔起来了 对 保持人讲一个重点 当这个树木的确它会随土保持 那我问你 如果水太多会怎么办 水太多当这个山体 它所能够承载的含水量 跟承载的我们讲的重量 已经足足超出它的范围 当然整个崩掉嘛 而且我们就要讲山上 你快路边的时候 他们说每个的长辈都在记家书了 为什么返乡堪灾 返乡救灾啊 因为所有人的家里面全部都淹水位 甚至最高你知道淹到什么吗 他们的这个核体 我们讲核体水位淹到2.9米 所以你想自然而然 这些核水会变成什么 核水倒灌 所以导致说他们所有的家中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 非常戚风苦雨的外送员 都只能用手去推车 因为它整个排气管都已经吸进 而就连这个叫做地下室的地方 各位 你有没有仔细看 有一个类似漩涡的东西 代表它有在排水 但是积水下降雨的速度更快 所以导致说排水不及 里面呈现这种非常危险 可能里面站都会站不稳的事情 而且如果你看到 它的这个所谓的乌雨密布 你看到它这个狂风暴雨 你会觉得根本就是世界末日了 对 你看到乌雨 各位 你现在看到画面 不是晚上 我再讲一次 我们刚刚现在看到的是江西它的乌雨 这是白天啊 代表它雷雨包子之浓厚 导致整个天空完全呈现一片黑 白天黑夜完全分不清楚 而且你想想看这个压境之后 它会带来多大的雨量 多大的好雨 甚至是打雷 所以他们讲 包括连南昌这个地方 每天白天 就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 这是白天喔 都有如恐怖片 有如世界末日 因为不只是景象象 就连下来的雨量 恐怕也会造成如同世界末日般的灾害